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又一部暴剧要来了 男主是流量心宠,芒果台出道走红 要说这个暑期最红的艺人,肖战必定占有一席之地 主演热播剧陈情令刚大结局,参演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无缝官宣 饰演31岁温暖外科顾医生与杨子饰演的大提琴手演绎青春治愈爱情故事 两位有言有实力的人气偶像合作,让粉丝大呼期待 网友看了顾医生录透图,实在太酥了 阿梅脑补了一场温文尔雅医生爱上我的甜宠剧 哥哥,我可以 很多人觉得肖战是一战成名,但正如粉丝所言 你以为的一夜爆红,其实是后激勃发 和很多偶像走红不同,肖战可是实打实地读了四年大学后选秀出道 从小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注重兴趣爱好培养,学习画画和小提琴 多才多艺,为日后的出道奠定了基础 大学就读重庆工商大学,学习设计学 在校期间就开始接一些和Logo,VR设计相关的工作 后来还开过摄影工作室,自己当摄影师 毕业后加入了一个传媒老师开的设计工作室工作 他本人也说,如果没有出道,现在还是上班做图,下班修图的设计师 在陈情令花絮中,王一博报料成肖战设计的图纸能赚20万 这个也得到了本人的认证 果然,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会成功 毕业后仅从事一年的设计工作后,长相清秀,身高,183的修长身材的他被星探挖掘,参加燃烧把少年选秀出道 虽然没有练习生的经历,但是肖战觉得既然来了,就应该努力做好 凭借出色的表现 最终成功入选X9少年团,担任队内主唱 对于粉丝来说,比起作为歌手在团内经常相编,更喜欢肖战用演员的身份打磨演技,绽放光芒 第一部影视作品《超星星学员》,饰演男主角方天泽,开始了《演员之路》 如果说《超星星学员》饰演员录的开始,那么《斗魄苍穹》则饰演员身份的转折点 虽然在剧中饰演N番配角,但是作为肖战的第一部古装剧,也让心力看到了这位潜力新星 之后更是直接签约心力公司,将事业全新投入演员的身份上 16年底,以男二身份出演狼殿下,搭档李沁,王大陆 虽然这部剧暂时还没播出,但是从预告片中的效果来看 歪头杀加挑眉杀,略带沧桑的妆容让粉丝看到不一样的肖战,也看到他作为演员更多的可能性 这部剧杀青后不久,肖战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另一部低成本网剧了 我的皇帝陛下的拍摄,饰演轻谋唾沫,出尘爵士的王爷北唐默染 很多粉丝直接成为他的眼粉 直接上图,检验我国男明星颜值最好的方法就是演古装剧 古装剧好看的,现代装一定好看的,现代装好看的,古装剧就有可能惨不忍睹了 男三号定位,超级玛丽苏的角色设定,空洞的历史剧情,服装灯光没有一样在线 但就是凭借这部杀雕网剧,让肖战展露头角的同时,又收获了人气 该剧开播后,肖战首次登上Blinkage艺人新媒体指数榜 该剧完结时,肖战最高以指数8.33的成绩排名第6 因为这部剧,让肖战有了古装美男的称号 虽然演技还稍显稚嫩,但贵在眼神特别灵动 善于运用小表情表达人物的性格特点 撩女主时,甜而不腻,恰到好处 另外,肖战身上还带有温婉如玉,翩翩君子的气质 表演一长一尺,收放自如 延续啊 《我的皇帝陛下》带来的高热度 肖战以千面学长的身份参与录制热门综艺创造101 首次挑战了Rap,尝试了动感曲风,燃爆全场 舞台上的肖战超A的 在最近一年中,肖战一直辗转于片场 沉下心来打磨演技 终于,他等到了陈情令未无限的角色 小说本身就有很多书粉,粉丝关注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刚开播时,观众一路唱衰,豆瓣评分仅4.1 但依旧逃不过王静泽的真相定律 大结局后超42万观众打分,评分飙升至7.8 完成了口碑逆袭,两位男主角人气迅速飙升 在这部剧中,肖战没有辜负粉丝的期待,一平一笑,一举一动 将魏无限的自由随性,放浪不羁但又重情重义的性格掩活了 少年时的魏无限天真浪漫,无忧无虑,有着最纯真的笑容 遭受生死离别,众叛亲离,失去家园乃至失去金丹 最终黑化成为怡灵老祖,演这种高难度的虐心戏,更加得心应手 肖战将魏无限从前期少不惊事的纯情boy,到后期黑化后的赴黑邪妹大boss 期间角色转变细腻丰富,十分有代入感 随着这部剧的热播,肖战是实打实的火了 数据也超过顶流,成为流量新宠儿 和王一博去录制快本,所到之处被堵的水泄不通 前去迎接的粉丝占满整个街道,可见超高人气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